在战事激烈的巴赫木特出现了狙击手 3月13日巴赫木特的战事非常激烈 而这里出现了像二战时候的重型战斗 包括城市里的巷战 诱敌深入 还有狙击手的出现 在巴赫木特北部有个工业区 叫阿兹姆工业区 它有10万平方米 这里虽然不是高楼林立 但是地上有建筑物 地下有建筑物 地形地貌 以及地上和地下的结合极其复杂 这里适合伏击 所以当瓦格纳雇佣军的军队来的时候 乌克兰人选择了请你来 请军入瓮 诱敌深入的策略 然后埋伏 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是瓦格纳雇佣军 占领了一座主要的道路 机枪手在那 而乌克兰人用他的手榴弹 手雷过去悄悄的从侧面潜入 把瓦格纳雇佣军的机枪手给干掉了 这种战斗很多是出现在电影里面 二战里面 现在的战斗就是这样 你可以面对面的看到敌人 我们说打仗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像打游戏一样 从高空扔炸弹 根本看不见敌人 过去海湾战争就是这样的状况 而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不是 你可以看得见敌人 这些都会留给人深深的伤痕或者阴影 面对面把一个属于自己同类的 虽然是不同国家人给打死了 以后心灵的创伤 无论是对双方各方都是非常严重的 这就是战争 面对面此时人不能当是人了 也就是自己的生存 自己的胜利是最重要的 为了胜利就要使用各种手段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诱敌深入之外 还有说要发挥狙击手的作用 狙击手就是我们说的神枪手 百步穿扬 躲在建筑物里面 或者躲在堡垒里面 只要对方一露头 一枪过去就正中眉心 电影里边经常正中眉心 实际上打中胸膛 打中什么都会产生效果 乌克兰的狙击手有多厉害 现在看不到 但是现在巷战已经开始 在人类历史上 狙击手虽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 但是对于鼓舞士气 对于让对方胆寒心惊 有着特别重大的作用 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芬战争期间 即苏联和芬兰的战争 有一个芬兰的狙击手叫西蒙海耶 他1905年出生 本来是个猎人 结果苏军打过来之后 他决定上战场 他穿着和雪地里一样颜色的服装 踩着雪橇 能够非常灵活的移动 而且枪法非常准 在一百天之内 他一个人干掉了524个苏联的士兵 当时是谈虎色变的 就在芬兰的平原上 在雪地上 就像临海雪原的战士一样 特别的勇猛 有些电影就描述了这些经典的场面 比如说 很老的一部电影 叫兵临城下 就讲了在二战时期 德国和苏联之间 狙击手之间的战斗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让自己送命 而为了获得胜利 可能同伴需要先露一下头 这样对面的枪就会打过来 而就在那一瞬间 就在自己的子弹出现那一瞬间 对方的狙击手也会根据这一点星星之火过来 把这边的对手给打死 这就是战争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我还看过两年前有一部电影 是张艺谋的狙击手 讲了在朝鲜战场上 是中方虽然是设备比较落后 枪支也没那么高精尖 但是凭借老班长的经验 还是在一场狙击战中取得了胜利 张艺谋的狙击手场景比较简单 在学地里挖了个战壕 对方可以拿着大喇叭喊对方都能听见 但现在在阿祖母工业区这里面 我们说了各种建筑物很复杂 在建筑物后面或者是地堡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可能造成大量的杀伤 这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巴格木特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即将陷落 虽然瓦格纳雇佣军声称即将取得胜利 但是乌克兰人摆明了要在这里坚守 就像他们的外长库列巴说的 这是我们的家 有人进来了 我们怎么会走呢 举其 最近一周巴格木特的局势由逐渐清晰变为不明朗 以7日泽连斯基的表态为关键点 此前前线媒体报道 担任主攻的瓦格纳集团 已经对巴格木特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 乌克兰只有西部可以勉强维持补给 乌总统顾问承认可能会撤退 随后 德媒《图片报》称总司令扎鲁日内和国防部官员 也建议泽连斯基下撤退命令 保存实力用于以后的决战 但7日泽连斯基宣布他们无法放弃巴格木特 这将导致严重后果 并下达增援指令 乌军方高层也表态不会有撤退行动出现 上周早些时候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 发布了一段视频 宣布 瓦格纳部队已经占领了巴格木特东部地区 并建议政府组织当地的民众撤退 但后续网上传出的一段现场视频中 普里戈金则又抱怨俄军部队 不愿意配合 导致他们的弹药又出现了短缺 这段视频尚未证实是近期拍摄于巴格木特 10日在乌军宣布全线增兵后 普里戈金的更新视频称 他们已经推进到距离巴格木特市政大楼 仅1.2公里远的位置 不过 北方支援的大批乌军将对其发动反包围 瓦格纳集团则要求俄军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侧翼 一切行动会顺利进行 12日当天 叶弗根尼·普里戈金在最新的视频中表态称 目前瓦格纳集团已经面临很困难的战斗 乌方向这座城市投入的预备队数量根本数不清楚 他再度强调局势非常困难 几乎每一步路都能遇到敌人 现在战斗持续白热化 普里戈金也没有再提完成目标的说法 只是表示他们仍然会保持进攻 在末尾他还留下一句话 我们会前进 我们不会让耻辱覆盖俄罗斯军队的荣誉 有分析则认为 普里戈金最新的表态显然多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连用了两个困难足以明确现在的境地 而且他最后的言论也颇有不成功变成人的打算 实际上多方都认为 对于乌军能否实现反包围瓦格纳集团的目标 关键点在于北方的俄罗斯军团 能否阻挡乌军的攻势 并将他们推回集结点 如果可以保证瓦格纳侧翼的安全 拿下巴赫木特仍有很大希望 但如果俄军在北方战败 导致乌军分割城中部队 瓦格纳集团就凶多吉少了